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黄皮子醉酒 黄皮子爱喝是一定的 那么还能抽烟 今天这故事呢 是关于一只黄皮子和一个大姑娘的故事 一场大雪几乎填满了山里边的沟壑 而老羊头家的房钱的柴火堕呢 雾然的耸立了 这是黄皮子住的地方 就如同是房顶上那鸟鸟的催烟一样 对柴火堕是不可或缺的 他比起杨老汉的年纪都要大 在他家人的心目中呢 他的地位似乎是一座庙一样 黄皮子这会儿坐在炕上 他也叼着大烟袋抽烟 老伴杨刘氏不断的往他的烟锅子里边摁着烟丝 老杨坐在炕头上看着 他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 眼下这只黄皮子 是这家的女儿小秦 在十岁那年从山上捡回来的 当时他喝高了 他正躺在道上睡觉呢 从小就听爷爷说 那柴火堕的小秦 他自然是对这黄皮子有了一份感情了 把他被人抓去伤害了 就把他放在了挖菜的土框里带了回来 从此之后 这柴火堕就成为了黄皮子的家 只要是小秦不在家 他就会进屋里边要吃要喝要抽烟 小秦一回来呢 他马上就跑 他对小秦有着一种对恩人一般的敬礼 他从来不敢造次 这一会儿 黄皮子来了也快十个年头 小秦也长成了大姑娘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这年腊月没事相亲 这间没人就带了一个邻村的小伙子来家里 这小伙子是刚从东北四野的部队赴商回来退伍的 被安排到了北国一家铁路局 做火车押运的工作 是个工人 那人长得也不错 所以呢 长相清秀的小秦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这爹妈呢 也跟着偷着愣 可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上一推门 一摊金黄色的爸爸 让老杨吃了一惊啊 这爸爸真是拉出水瓶来了 念过两年书的老头 怎么看着就像是一个凶子 看那爸爸的粗细的 这肯定不是狗干的 也不是鸡鸭鹅干的 那只能是那只黄皮子干的了 全家人一脸想着 凶 这只能是指小秦这门婚事凶了 虽然犯和气吧 但还是舍不得这门亲事 就满肚子疑惑的不痛 到了下午的时候 这黄皮子来讨酒喝 一下就干了大半碗 明定大醉的 以前醉了之后都赶紧的 跑回到柴火座去睡觉 可这会儿呢 他就耍起了酒疯来了 疯狂的撕扯着肚皮上的毛 薅得自己都嗷嗷直觉 直到老汉明白过来 说了一声 咻 黄皮子才停止了动作 晃晃荡荡的 回到柴火座里边去 本来就迷信的这一家人呢 是不能再考虑了 这黄皮子看样子 应该是有道行的 那么骑马 也是个半仙 果断决定了 找个借口退了这门亲事 果不其然了 那小伙儿结婚没有一年 就在一次执行押韵的任务当中 遭到了土匪袭击牺牲 这让一家人差点 把这黄皮子给打板供起来 转过年的秋天 又一个小伙儿来相亲了 这人长得又矮又丑的 家里边还贼穷 全家没有一个同意的 可是这会儿 这黄皮子又闹腾起来了 这次不是一般的棋啊 村子里边的人 就好像被谁通知了似的 谁要路过那柴火堕 都会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根柴火 恭恭敬敬的给码上去 那几天 那柴火堕是越来越高 这老羊头就敬佩着黄皮子 真有两下子了 这都能控制人了 那柴火堕呢 堆得越高的意思 那不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有了上一次的验证 老羊和女儿同意了这门亲事 然而这老伴不同意 听说呀 那家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冬天就要去北大荒 那就这么一个女儿 这当妈的怎么舍得那么远 让她走呢 谁劝也不请 她甚至呢 要拆了黄皮子这家 爱咋咋的 然而小秦就坚持驾过去 她觉得这小伙非常聪明 出嫁的时候正是冬天 这妈妈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在那马车启程的前夕 好久没影的黄皮子 忽然出现在车前面了 站起来 一连着坐了好几个衣 孙子里边人现在都知道 她这鼎鼎大名了 都赶忙的从车上下来 也给她坐衣 那黄皮子在车前面待了一会儿 一溜烟的跑了 之后就再也没现身 嫁过去的小秦呢 她果然跟着丈夫去了北大荒 一连着生了五儿两女 哪些个年穷啊 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 可是等着儿女们长大了 当年的小秦可就成为了贵妇了 孩子们像爹都特别的能念书 到了九十年代 除了两个女儿 五个儿子最差的都当上小学校长了 那大儿子甚至当了市长 而且个个都孝顺 他们老两口那是想不尽的夫妻 后来已经搬到城里的小秦 还特意的腾出了一个房间来供奉这只黄皮子 不知道她叫啥名了 就在上面写上 小秦之黄皮子 虽然说有点不公信了 但是这么写出来呢 才显得小秦和那只黄皮子之间的亲切